這簡直是 東豪 事情發生了一定會有民怨 說實話 尤其是殺兩個警察 對對臺灣的法治 所有人的法治概念裡面 警察抓小偷天經地義 那再怎麼樣 你都不應該去碰警察 而且你看碰警察 那個畫面我相信 對家屬來講的話 這是沒有辦法忍受的 還可以對著鏡頭笑 所有所有那些 那這些民怨真的會累積到最後 當然有人又把你說擺到回頭去看 這件事情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讓民怨有一個疏導的話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2018天坑事件 或類似像這些 它會變成這樣嗎 當然有可能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剛2018唯一的不一樣是 這次是民進黨要攻 因為國民黨在縣市長的席次比較多 所以國民黨基本上競選連累比較多 可是就選舉的結果來講 你在這時候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 其實矯正署我們 我跑是以司法 大概知道矯正署是怎麼一回事 不管誰執政 大概矯正署是製成一個天地 那是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社會 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最喜歡開個玩笑 就一個法務部長不會因為 社會發生重大貪污 或者發生什麼事情而下台 通常都是監獄出事就下台 以前就是兩千年以前 那你在這次看整個事情 第一個很清楚 預價未歸這個事情 為什麼說氣上蠻下 你真的報上去了 這個矯正署的這個 那個典型長那個烤雞怎麼辦 太多了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是預價未歸 本來預價未歸 你萬一臨時生病 或者車程耽誤 萬一遇到颱風 這種狀況 不可抗議的因素的時候 你才有預價未歸的空間 可是後來你就知道嘛 制度設計走到後面的時候 預價未歸這四個字的行政材料 全部斷回放寬嘛 你就看到了 你就看到了 那 而且通常一預價未歸就七天 是 對啊這七天裡面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看他後來發生的這些事情 所以對全台灣來講 那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在全台灣跑 你就看到行政採用權 被玩到什麼程度嘛 對啊 那個已經超乎一般人的理解 我想講原始的預價未歸是 遇到你天災人禍 你如果你在回監獄的路上 遇到車禍你被擔割了 那不是你願意的嘛 所以我們一般人很容易判斷 行政採用權就變這樣的 第二個 為什麼那麼多特殊的人會到外衣間 這個其實查立法用的比較快 這個是共業 不管不是只有藍綠 不是只有藍綠 這個我自己跑 我自己在法務部 法務部官員 已經講白了 除非這個受刑人實在是太離譜了 很難不買單 這麼簡單 因為我講的是不管藍綠 誰執政都會永遠永遠 他可能因為這件事出這件事情 短期之內平息 過了幾年之後還會再來 用槍時機更麻煩 幾年前呢 因為用因為警察比較敢用槍嘛 開了槍以後誤傷民眾 打六年官司 最後無罪 可是你想想看這個警察六年的官司 他的聲簽他的考機怎麼辦 所以你要解決用槍時機的時候 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整件事情 范老師 如果出了事 其實平常講 這社會就是這樣 一直有不斷的一些事情出現 出了事是一回事 但更重要的是出了事以後 後面的處理 像剛剛通話講的 就你沒有沒有道理 出現了一些講話荒腔走板的 或是在處理時程上面 就出了事以後的處理 有很多時候那個民怨 或是那個火燒起來 是因為後面的處理是嗎 我是不太想用這種政治的角度 怎麼蔡英倫無能 蘇貞昌無能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他是一個制度問題 那如果你要講政治問題的話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會借利使利 藉由這件事情 大大的提升警察的裝備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這次 這兩位不幸的 殉職的警察都在臺南市 所以說臺南市的市長 是黃偉哲民進黨 臺南市六席立委 全部都是民進黨 所以說說實在的啦 這個蔡英祥你要小心 因為當然他們會支持 他現在是部長 可是問題是 這個像我們庭院委員 他也有選舉的壓力 這個兩位都是他的選民 他當然要竭盡所能的協助 他們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特別是後來後面的事情處理好 所以這點我不擔心 那再來就是說 今天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 大家會覺得荒腔走板 我覺得是體制問題 我說那個 你說這個警察 黃明昭署長 你叫他坐鎮臺北 那他說這個重大案件 你不到現場處理 你到現場他說 你這樣會不會作秀太多 所以我覺得很多拿捏 要怎麼拿捏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當他這個歹徒被抓到 這個林信弘被抓到 然後就說哎呀 讓署長來派一下 讓署長過一下 你們最起碼不要大蠟兒講這些 你乾脆說手銬給署長 對 就用署長來靠 把那個林信弘給靠上 署長壓一邊 副署長壓一邊 一起把他收上警車 要不要演成這樣 所以這就表示什麼 這個我不認為 這個就是長期以來警戒的這種文化 這幾十年就是 我跟你講啦 這個以前也不會是新聞 就是反正任何的儀式 一定要等長官來才能夠開始頒獎 以前不會被播出來 不會被寫出來 以前不會有 他們沒有想到旁邊的 這個我們的新聞媒體者奮不顧身 而且拿著手機 就在那個搏鬥的現場 一公尺內就在那邊錄影 所以就表示他們沒有想到 過去可能都是等於 正式都排好了 然後再請媒體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署長進來 就是有一個SOP 這次我覺得就是太操之過急 那個當天那個林信弘被抓 那個臺南市長方養寧 我聽他那個記者會 聽了我嚇跳 他說在我們署長 英明的指揮之下 回到三十年前 說偉大 跟我們偉大的署長鼓掌 只差沒這樣而已 這種這種官人文化不是一天兩天 長期累積 雖然你說這個矯正署長黃俊棠 為什麼其實我們家屬 後來會炸鍋 你把說竟然還有御駕未歸 還不算逃獄 剛才這個蔡清祥說 只要脫逃兩小時就算通期了 這跟我們一般人小巷不一樣 男生大部分都當過兵吧 當過兵叫你洞八 兩洞洞洞要歸營 你兩洞腰洞沒有歸營 我跟你講 就通知憲兵隊啊 就算逃兵啊 就去你家賭了 怎麼還有御駕未歸 早知道我以前當兵 我也寫御駕未歸 不可能的事情 跟他的想像不一樣 他在外面爬爬罩 你叫御駕未歸 而且御駕未歸的七天 從當天八月十五號下午兩點 一直到後來案發 整整七天都在御駕未歸 都在御駕未歸 那不合理嘛 然後 這樣發老師 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這 你不覺得 當發生這麼重大的刑案了 然後你還可以出來講 御駕未歸這四個字 你知道嗎 你以前如果是如此那個 大家不知道 那就算了 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刑案 如果這中間過程 只是這個傢伙 跑去哪裡偷了什麼東西 然後被大家捅出來 然後你講個御駕未歸 大家也許也不會這麼炸鍋 兩個警察 然後你看到那個畫面 這麼大的一些事 然後你還可以出來講 叫御駕未歸 我佩服的是這一點 你是哪裡來的天中一名 可以說得出 在這種時候 你還可以講得出這種話 小五哥我們都覺得他很糟糕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 再能夠當到臺灣矯正署 署長的人是多難啊 我們臺灣有五十一個矯正機關 包含五十一個看守所監獄 什麼外遺監獄 能夠當到典獄長就很難了 然後全臺灣幾千個人能夠成為署長 那是那是經過多成的篩選 這個黃俊堂他從警察大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性畢業 就一直在監獄裡面 這個村子打滾了三四十年 他當過臺北看守所長 當過臺北監獄的典獄長 所以我必須要講 我們很多的公務人員 為什麼到後來說實在 會會出這些事情 就他長期在他的熟悉的環境 做他熟悉的事情 他跟外界事實上是有隔離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租隊友 我猜一下這個我比較熟 監獄這塊我說他製成一個世界 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很熟 只是都不是在白天 都不是在白天 然後不一定是政治人物 其實各種社會 就是萬一你有朋友進去 很多人都會找關係 所以搞到最近他們的外衣間的領選 現在改用編號密名 用抽籤的 就已經搞到要用抽籤的了 抽籤表示我不知道誰會進來 是啊 可是我還是有點保留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不是 范老師我先講一下 如果大家都要講的話 那我就覺得更不公平了 那你知道我們每一次律師 要去辦綠建 我在節目講過啊 各位你知道綠建 當你辦好所有的現在行政大樓辦好手續 接下來要去綠建 你知道那個過程 一進去第一道門 咚的一關 然後進去 律師的包包 把手機那些全部都要叫出來 然後也要給他看一下裡面這些東西 然後講說啊 那律師這照規定 當然當然應該要這樣 然後呢 那時候你走過去 後面的大門 咚又一聲關 你知道每一聲關 你就覺得你跟世界隔了一次 你知道我就只覺得大家都是這麼樣的 嚴守規定一個一個這樣 原來外衣監去七天 不過叫御駕未歸啊 我們過去 然後再連律師進去 大家都收成這個樣子 都搞成這麼嚴謹 那是怎樣 做給我們看的嗎 五哥 因為是白天啊 所以白天會比較嚴謹 白天當然很嚴謹 對我們每次講到這 我就覺得說 結果後來你一個御駕未歸 所以范老師這件事情到今天 才炸鍋道 讓全國觀眾朋友知道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看起來越是嚴謹的 看起來越是嚴謹的一個機構或機制 其實他因為他對外的很多不公開 就不曉得裡面在幹什麼 就會有越多的貓膩 越多的可能走後門 或者越多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我們不可能從街裡面 有一個什麼特派員 跟你報告裡面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這次會發到這個外衣監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而且甚至還不需要講 當初修這個法 是藍綠大家都支持 不是只有綠的這個立委 或有什麼朋友在監獄裡 也有藍的 所以這是個共業 那我覺得今天遇到問題 那我們就是解決 其實現在已經不只討論到 外衣監的問題了 現在還討論到死刑犯的問題 要不要槍決 大家都在談 死刑還上訴到這個大法官 對啊對啊 但是我們不要講 臺灣的死刑問題 不是也不是只有蔡英文 馬英九那個時候 不是常講兩公約 我們已經被兩公約 我們還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就我們竟然要服從兩公約 然後我們對死刑犯 我們就盡量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必須要 如果今天大家都願意談 那我覺得就好好談 如果我們臺灣真的覺得 我覺得很大部分民眾 都認為支持死刑 我們臺灣東方社會 我相信連日本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要堅持死刑 我們又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我們管他兩公約 當然很多死刑 歐洲美洲很多歐美的人群團體會批評 反反死刑的這個團體會批評 但是我覺得主流民意在哪裡 我們我們覺得我今天都要談 大家都一起談 也不要分藍綠 那我覺得大家會覺得警察要大膽用槍 那我們不是說叫你大膽用槍 用大膽用槍 打到人出了事情之後 對責任誰扛 責任誰扛啊 到時候說調查到法院審了十年 我問你一個警察審十年 他停職了十年 他家裡沒有經濟來源 他會不會妻離子散 他這輩子十年的黃金歲月 他在那邊庭院那邊 他沒辦法升職 他這輩子完了 而且如果民事賠償 那個刑事的部分 也許大部分都可以比較有無罪 或什麼 民事賠償 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誰賠 對 那就你賠啊 所以也是在談大膽用槍之前 我們要有其他配套 所以說是不是要國賠 或者我們成立一個基金 幫警察 幫這個開槍警察 找錢臺灣最好的律師幫他辯護 我們提供他做必要的這個家庭的 經濟來源資助 如果要這樣子 他警察才敢真的大膽用槍 否則你講大膽用槍 警察想到他一定會想到下個 我打槍打完之後出問題 責任是我扛 然後長官們每個都不干我的事 交報告每個都是作弊上官 那我問你哪個警察 各位我剛剛分享 好